南部管建護教育處長培養人 在相關人員的培養之下 一早就開始順序科長 國家教育研究員 今天基盤學習成功試驗 南部管來各公私立小學 五年學生 全部都要參與科技 这样的一個全國學生的學歷測驗 學習成就的測驗 是成績 我們是相當重視的 這個成績出來的話 我們可以了解到 各個縣市在推動教育 基礎教育 我們在國語、數學這兩科 學生的一個學習成就的表現 處長表示 雖然說這家只有個個部門和所學 但是他們也是非常重視 這家的科技 可以為這家的科技結構 了解館來教育不足的所在 國家教育研究員 也會有種結構 動作以後 這一點教育政策的供應 那國家教育研究院 去取得這樣的一個數字的話 會通盤考量全國在學歷測驗 學習成就測驗的一個高低 作為教育政策擬定的一個參考 所以我們教育處是非常重視 今天這樣的一個測驗 基礎學習成功的實驗 除了讓小孩了解自己的程度 也能夠看出國修教育 需要改進的地方 甚至沒有來要求學校 做補求科學 也要做一些教育品質的提升 改成小孩的學習狀況 讓他們在未來都可以有好的發展 記者五位賣 裁縫報導